好 夏天到了很多人有健康意识 要喝果汁不要太甜 同时要去冰不要喝冰的 但是台北市这么一个小摊子 你要追求健康却得付出更多代价 比方说他们的果汁牛奶一杯60块钱 你要去冰去糖的话 反而要加10元 等于是一杯70 很多民众是点了之后 才发现要加钱觉得更不合理 另外一个也让大家觉得不合理的现象 是这家生意不错的水煎包店 买一颗它不卖 至少买两颗以上 听到价格民众面有难色 但点都点了还是得付钱 只不过去冰去糖却要多付费 摊子上却连价格都没标 消费者当然很难接受 加10块不行 真的不行 我觉得有点多 好像不太好 让这个木瓜牛奶的本质有点改变 那如果再加个10块钱 那是不是代表说 那如果加正常的冰跟糖 代表其实你的成本 根本没有那么高 为在北市路边的这家小摊子 一杯现打果汁牛奶要价60元 不加冰跟糖却要再加10块钱 等于一杯70元 不比店面便宜 老板的说法是反应成本 我家边就是存的 就是全部果汁 如果无量就是全部牛奶 都在存钱 我就在存钱了 这年头做生意一分一毫老板算得精 多加牛奶要算钱连买水煎包也有低销限制 老板我想要一颗那个水煎包 我自己有接触了 摊子前贴了个标语提醒消费者一次至少得买两颗 但如果没看仔细想买一颗水煎包的民众 可能就会吃个闭门羹 一颗水煎包卖13元 限定一次得买两颗 也就是说只想吃一颗的人 还得花上26元 另一颗就只好分给别人 做生意反应成本是没错 但如果给消费者变相涨价的印象 其实反而可能会得不偿失 提起消费者买东西前 看清楚或问明白 有没有其他限制 才不会买了又惹得一肚子气